周二 在最后一批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 在喀布尔机场还停放着一些窗户被砸碎 轮胎被放弃的美军直升机和其他损毁设备 美军在离开前销毁了70多架飞机和几十辆装甲车 以及挫败伊斯兰国火箭袭击企图的防空系统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 美国军方并不担心塔利班对留在喀布尔机场上的美国直升机设备的检查 他们可以随意检查 但不能驾驶和使用这些军备 因为那些飞机已经无法再度飞行 设备也无法操作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 那些系统会持续运作到最后一分钟 直到最后一架美国飞机撤离 而拆除那些系统的程序很复杂且耗时 因此决定废除那些系统的军备 让系统再也无法使用 感谢观看